生物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生殖隔离 意思是原本是同一个物种的动物 因为地壳运动被分隔在了不同的大陆版冠 最终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 一定时间之后 原本同出一元的后代 逐渐产生了生殖隔离 变成了不同物种 最后这位网友在一个视频里评论了 中共在AI科技方面的行为 以及对国内人民的管控 昨天OpenAI推出的大杀器Sora 全世界的科技迷都在进享 文声视频带来的新气感 而中国的科技迷们还在到处打听着 从哪里能够使用ChatGPT 这就好比说别人已经坐船离开了岸边 可你还在到处打听 从哪里可以买票 从何处可以上船 在大航海时代 你们开始海境 在工业化革命开始的时候 你们开始锁国 在智能化信息化开始的今天 你们修筑了高高的墙 你们是希望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 永远都看不见听不见外面 永远都在心里留着那根又脏又丑的 猪尾巴辫子是吗 你们到底是谁 你们想要做什么 你们为何如此冷漠 如此丑陋 又如此卑劣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 最害怕的依然是习近平本人 我们参观一下 中国政府对自己人民的恐惧感 这也让我想到 卓州被政府秘密泄洪后 被洪水打击的一个卓州小哥对着镜头说 有一个人通知我们说洪水要来 我们也不至于损失这样 如果战争来临 老百姓手里一旦有枪 就会消灭真正的敌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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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